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不用烤箱 就能够装面包的方法 首先在盆中 放300克的面粉 打入3个好看的鸡蛋 再加入3克酵母粉 40克白糖 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40克的油 用筷子再搅拌搅拌 然后再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的软硬度适中 就可以 像这样 然后放在案板上 像洗衣服一样 反复的揉搓 这个是揉了3分钟之后的状态 手套膜还没有形成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揉 大概在揉3到4分钟左右 手套膜就已经出来了 像这样就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把它整理成圆形 放在盆中 盖上盖子 饧发至两倍大 饧发好的面团 体积会明显的变大 然后放在案板上 再反复的揉搓排气 把里面的气体全部排出来 然后再分成均匀的小剂子 把剂子整理成圆形 再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的形状 在上面挤入一些豆沙 用勺子涂抹均匀 然后油一头给它卷起来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刷上一些油防粘 再把做好的剂子放进模具中 盖上盖子 再次醒发至两倍大 醒发好之后 在上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再撒一些熟芝麻 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开水上锅 盖上盖子 大火蒸30分钟左右 关火后 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 然后把它取出 拿掉保鲜膜 再把面包倒扣在案板上 哇 好香啊 整个厨房里都是浓浓的面包香味 真的好诱人啊 这样做出来的家常面包 色香味俱全 家里没有烤箱的朋友 也可以做哦 里面放了豆沙 孩子也超喜欢 还有浓浓的芝麻香 每次这样做 我家两个孩子都抢着吃 说比买单还要美味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